來玩這款遊戲 台服即將推出的 我在異界當魔王 其實這款遊戲就是翻版的DNF 這是更之前推出的 因為近期陸服才推出DNF 目前來看在陸服部分 這裡有五個職業 網上我有找到一些攻略 我就把它補在下方留言區 15集了以後可以轉職二選一 劍士部分 劍聖 後期是比較吃裝備的 這個職業倒是普普通通 那狂戰士的部分是還不錯 平民是可以玩的 如果你本身是眾客 玩狂戰士也是非常強的 再來就是槍手 第一個漫遊槍手算是課金職業 比較受歡迎的還是槍械師 就連平民也是可以玩 同時也適合新手 典型的下限高上限低的職業 好處就是輕怪方便 再來是守護者 龍騎士這個職業 基本上就是穩定的一線遠程職業 整體還算是很不錯的 而且Match又漂亮又正 而女武神的部分 整體就中規中矩就還好 氣功師的這個職業啊 早期推出的時候 他的轉職念皇是特別強的 但據說已經改掉了 現在氣功師這個職業 有點涼調啦 具體還是要看台服的版本為主吧 你要求安全一點的話 就不要玩氣功師好了 最後就是魔法師喔 魔法師有兩個職業 第一個職業是元素師 也就是奶媽 適合平民的 第二個戰鬥法師 是輸出職業啦 但基本上要吃一些課金喔 在陸服這邊 未來還有第六個職業 聖女 這一塊的話就溜過吧 台服一開始好像也不會推那麼多職業出來喔 那我們就先搞個見識 試試看手感如何 哇這操作還是很流暢的喔 流暢性來講啊 比DNNF還好 因為前陣子LOOF就有推出DNNF了嘛 流暢性就沒有那麼好 唉 打掉了 打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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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中頭 Di鬍炎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選個守護者吧 玩個妹子 不過這種類型到後面 等級一練高了以後 平民玩家基本上 你要打那種活動怪 可能都會刮殺的 這邊有登錄禮 第一天送疲勞恢復劑 閃避劍解鎖 抓取 迷武神技能 狂砍 他根本無法還手 好可憐喔 操作真的是很濕滑 別把他當做DNF看 還算是很不錯的 帽子來了 不是誰啊 好小一隻喔 解決了 欸可以開自動欸 我都不知道 我自動就值得一玩啊 課長的最愛啊 課長的最愛啊 你課一課就行了 擺著掛自動他就自己打了 好兇喔 竟然有自動 喔BOSS來了欸 我要不要親自出戰 感覺起來是不會閃招的啊 但是大概打一般關卡還是OK的啊 整理一下 這個還不能穿啦 十等才能穿 有一些都能穿了 先穿一穿好了 退關會再快一點點 消耗品 配置藥品 好上陣了 欸這個關卡就不能開自動嗎 這個關卡要手動 好大一隻喔 好兇喔 他剛剛是要叫我閃嗎 還是叫我喝 是蠻簡單的閃躲啊 欸 他怎麼突然變平反了 我要打掉了 不管了 解決 這樣後來有發現到嗎 他有一些主線的關卡 他也是沒辦法開自動的 就是一些特定的任務劇情那些 你還是得手動打 就像那種很一般的 推關啊 你才是開自動 然後你開了自動以後 他那個面板就已經改變了 你有看到那右方那邊 按鈕就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好像也無法實現 變開自動 然後邊幫他閃招 好像也不行 現在我已經玩到13等了 BOSS出現了 好 啊 忘成手動好了 看一看手也是會癢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跑 你在跑啊 在把你逮住了 活動 很多東西都開始陸續在解鎖了 這是活動部分 然後 右下方 背包 打開了 這些裝備欄啊 有箭頭的 你就可以把它穿上去 那這些用不到的啊 你可以把它分解掉 一鍵分解 就像這樣 把我分解了 然後你就可以拿 給你的強化石 去強化你的裝備 就像這樣 平均加5 廢物利用的意思啊 當前的裝備品質 就已經到達上限了 沒辦法加6了 然後右下方 夥伴系統也在這裡啊 這前面 給我的一個夥伴 正路活動 第二天 第三天應該也是送夥伴吧 然後這是公會 目前兩個公會而已啊 算了 我也沒打算長晚 就不加了 算到15級了喔 總算我達到15級了 總算我達到15級了 來切個轉職任務 就大概給各位看一下轉職 有龍騎士 的職業 應該可以讓我試玩吧 喔來了 看完這個就差不多了 有龍騎士還有女武神嗎 哇 你看龍騎士 難怪受歡迎 因為妹子正啊 龍騎士技能 好秀氣喔 還不錯欸 近戰遠程這樣子的 然後 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勒 女武神 女武神 評價就普普通通了 喔 好帥喔 這是防禦喔 打我啊 沒有打 看錯了 喔唷 他會這樣子反擊耶 好帥喔 因為上盾了以後 他後面還是會返還的耶 這個操作技巧 好像比較要求一些喔 我感覺龍騎士 比較簡單粗暴一點 好啦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